从山里冲下来,太恐怖了 这个完全你瞅瞅,整个全都变形了 结果已经看不来是什么了,这是个货车嘛 你在看这儿 我的妈呀 你们的面前都是一帮手无腹肌之力的老百姓 一些灾民 钱呀,你看看钱呀,都走那了 哎哟,你看看这个家呀 Hello,大家好,我是八九 在开始今天的主题前 有一个不知道是悲剧还是铁拳的故事 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前几天,十一位中国大妈 跑到四川的一个网红打卡的河道去拍照 结果工作人员跟她说 等一下大水会来很危险赶快撤离 哎,大妈不听 继续在那边各种 哦,中国大妈式的拍照 有没有这样一朵花这样 结果大水就来了 全部都被S了 中国大妈团真的很容易把自己做死 跑到这个红绿灯 搬马路上面去挑广场舞 然后被车S 唉,所以各位,这是报应是活该还是我们应该同情他呢?不好说 前天下午开始啊,基本上全台有雨,尤其是南部啊 有比较严重的雨势 结果啊,就有一堆小粉红私讯我 说哎,你看台湾报应来了哈,他还贴给我一张什么 台南父亲带着孩子滑SUP的图片 我真的想死了耶,我们来看一下原片 怎么看都知道,是这个父亲想带孩子体验一下滑船的乐趣 看旁边的轮胎跟三脚椎就知道这个水声啊,不过脚踝 小粉拿这个笑,你们那个淹到12公尺的路牌跟红绿灯淹到三楼四楼 你是懒舊笔记腿耶 他还传了其他图片给我看,像是台北市多处路段严重积水 甚至有驾驶在水中推车 我们看一下这个水声大概半个轮胎哈 司机开始搞不懂自己在开车还是开船 然后差不多也是半个轮胎 然后这个大卡车陷入泥泥翻覆 小粉红传这个给我看,然后他说 亲子活动真是羡慕,车车变船 他拿这个想要来讽刺台湾 我真的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耶 你们国家的车都变珍珠奶茶了 你拿这个跟我们比,你自己挨没了 你笑话一个跌倒皮肤擦伤的人 前天下午一两点暴雨 像是桃园台南市区大部分都在下午四五点之后 排除了这个状况 前天我在台北市区确实有些路段 有积水,见其水花 这个雨真的大到雨刷开到最大还看不清楚 但贵国的央视说 河北部分地区四公尺六公尺是小积水 那两个我跌在一起也才350公分 还不到你们小积水的四公尺 那我想问问啊,台湾这样淹到半个轮胎算什么? 是水滴吗?还是一个罐子里面的水而已? 这个时候民主又体现出来啦 国民党地方政府痛批民进党县市积水 民进党地方政府痛批国民党县市的地方政府 雨量比南部小,还积水 不管如何在台湾这个淹水的程度远比中国小去啦 要我说这个比例大概是5分比80分吧 还被痛骂 你就知道小粉到底有什么脸笑话台湾的 相信看到这里一些自以为中立的小清新又要出来说 啊不要比乱啦 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你本质上就没搞懂 台湾这次是天灾的暴雨 而中国那个是人祸的泄洪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大部分在说的是 桌州保定霸州东北三城 这些为了保住当地的什么哈尔滨大城市啊 什么黑龙江的省会啊 或是熊岸新区啊 北京机场 而泄洪的地方 更多的也都是在批判哦你们这些人倒卖物资 百拍造假 贪污捐款 圣上的团队啊 还在勤黄岛度假 而北京门头勾那个山洪啊 我们就有报道这件事 没有批判因为北京的山洪就是天灾的原因了 对吧 雨量在那边下最大 那最多只有骂小粉不要哭腰 希望台风去日本 是不是 所以这不是比不比辣的前提 今天我只是把 台湾的天灾跟中国的人祸分开来说 却被一些人说 哦你不要比乱啊 可见这些人的立场是什么 这些人就很喜欢用一些 清清脱俗的眼光去包装自己 好像看似中立的立场 高贝店的移车物资 向支援桌桌 拉到那个接收点 外地救援队的 制约我们就都来了 没人管吃没人管住 也没有物资 政府接收点 跟司机和那个救援队产生冲突 不让拉锁 结果又拉回高贝店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中共说什么 将在9月份集中组织汽车经销商主动 提供服务 为受损的车主提供购车的消费券 下面一堆小粉条说太棒了 不仅有保险理赔 还有消费券可以买车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贵国的过省几率 目前上报受损4,328辆 目前认定可赔的车是1,188辆 也就是将近三分之二的车是不理赔的 而这1,188辆车也只赔了3,262万人民币 也就是一辆车大概只能赔 27,458元人民币的赔偿 换算就是12万左右的台币 那我们都知道北京那场大洪水也是惨不忍睹 车辆被冲走被撞来撞去 这还不算河北其他地方啊 我们来看其中几条影片 大家来评估一下 一条车平均赔12万这样是合理的吗 摆前面低量 我的妈呀 我同事小萌的 这你收聊吗 这车在水里经历了什么呀 感觉这个是打着滚下来的 他再去选择一个什么车的时候 公司可能会给出一个相比例的费用嘛 就是也稍微的安抚一下 而且你们再看后边 这就是从山里冲下来 太恐怖了 这个完全你瞅瞅 整个全都变形了 这是个G28吗 我看不出来了 就是你已经认不出来这是什么车 还真是 老G28 基本上所有的那个 你看这是个金杯是吧 给卷成麻花了 你再说这个 几乎所有的车的 顶全塌了 因为它一直是在里面滚 那个水势特别大 这是个什么车 结果已经看不出来是什么了 这是个货车吗 你再看这 我你妈呀 太恐怖了 然后那边有几个人 他们也是过来找自己 被冲回来的车子 对吧你说还有其他地方的赔偿 最终人民能拿到手里的升多少 如果没有办法拿到可以维权抗议吗 去问问河南村镇银行的出户 跟各地烂尾楼抗议的业主吧 最近碧龟也烂尾了 小粉红快把自己家的车也砸了 去换消费券 这明显就是要配合中国现在低迷的汽车销售 而中共想要从中谋取这些利润 这个我前几个月都已经讲过了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好 而我们都知道河北多地啊 都遭受了泄洪之灾 光霸州、桌州、两地约有140多万人口 结果今天中共报导指出啊 全河北省只有29人S与这场水灾 剩下只有16人湿连 你信啊 不管你信不信小粉红信呢 不管你信不信你也只能信了 而现在出动大批的无警 特警带着警棍与盾牌 进入河北受灾区 我就问你 救灾抗灾为什么要带盾牌跟护盾呢 凶酒酒气扬啊 这个阵势啊 我觉得应该是 对待哪些个侵略我们祖国领土的 你们的面前 都是一帮 手无腹肌之力的 老百姓 一些灾民 你们是想用警棍打淤泥吗 你们是想用盾牌去搬石头吗 太暖心的 太聪明了啊 哇这个石头坏坏石头坏坏 你为什么要入侵桌桌百姓的家里 坏坏打你打你 哇小凤你腦呢 你们这些武警啊 是拿盾牌跟护盾去打那些淤泥石头的 还是拿来打人民打江山的 我好像没有看过一个受灾的地方 满街都是特警武警 且大量带着棍棒跟警棍 因为在民主国家人民知道有很大的几率 是可以获得赔偿的 司法也是独立的 大家可以用心的重建家园 即便面对抗议群众 新闻媒体跟政客也会帮忙发声 你自己看嘛 这二三十年 台风过境台湾之后 你有看过台湾政府大量派出警棍的警察去现场抗灾吗 就你家利害国会这么做 例如这个影片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霸州跟雄安清区 是摩西分海 按照正常的情况 桌州霸州白沟等地 是不会淹到这样什么4米6米12米 而按照自然发展 雄安清区会最惨 因为它的海拔地势最低 而顺着下面就是白羊殿 看看这些保雄安清区的灾民 他们的家园产成这样 更加坚定的我反共的决心 青年你看看青年都动荡了 我的那地奶奶呀 我的那天爷呀 你看看夏城山来呀 哎呀 我的那 哎呦 你看看这个家 哎呦 我操得老了 哎呦 我的呀 哎呦 我过了这三十千 在这个家 哪哪都在呀 摸了那个大饭茶 你看那个 那个药能看见吗 台湾如果不认真守住 给中共统治 不管是从文的 从武的 当然他们现在最大的就是心战 让我们主动 让我们觉得我们反抗就是在挑衅 让我们觉得我们反抗就是在挑衅 好兼人命 这就是他想要的 如果我们继续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过上这样的生活 不要跟我扯什么 哦给国民党给谁统治啊 我们还不是没有变中共 那是因为有我们这种人在野 在科普 在做事 在拉住那个神 不要让你们在舔共人一直过去 如果我们今天放推呢 早就要被统治了 很累真的很累 而且我们过的生活绝对会比新疆 还有胡锦涛时代的西藏还惨 因为我们台湾人是体验过民族的 肯定受不了中共这样的统治 即便是那些舔共的人 他们真的被统一了 没有台湾这种特殊的身份 可以拿来舔共统战 而他们原本的利益会被赵家人接收 绝对会被接收 为什么因为我是中共 我是大陆人 你只是台湾省人 跟当年国民党一样 所以通常这一类人也是最惨的 你看一下国民党来台湾之后 就知道他们当年是怎么压榨 台湾人的求职环境跟生存空间 是怎么S 什么教师啊 律师啊医生啊 当年公务员 台湾人占比好像不到5%到10% 你在我的地盘 不用我的人 弄大量的所谓的 你从这个中国逃难来的人 是我们被迫要接纳你们 你还挤压我们的生存空间 甚至不让我们说母语 还让我们觉得说台语说原住民语 是一种很台很低俗的一种氛围 导致我们现在要复兴台语 复兴原住民语 复兴什么客家语 这种环境非常的困难 以后中共统治台湾啊 绝对是比当年国民党还夸张百倍以上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不想记得 一定要不要封锁 我是八小小见啦